这首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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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收看 拜托了 谢谢王家尔 佳佳 一个人是没有立场笑话她的 就是我 为什么 很想看女友是非常红的演员 叫陈彦夕 细节 最好 为什么 乌鸡是补身体的 对女人很好 男人呢 也可以蹭着喝一点 男人也是 也可以 为什么对女友 她滋阴的 什么叫阴 阴就是女人就是阴 男人就是阳 滋阴就是阴身体 滋阴补阳 阳就是男人 男人 就是乌鸡喝多了 你会变很娘 乌鸡喝多了 你会变很娘 是因为天地有对比 对 黑白阴阳都达到一个平衡 不是田淑老师我已经快让她懂了 你讲完她又不懂 不是 不要说话 田淑老师 是真的 就是什么意思 可以再说简单一点吗 简单一点 简单一点就是 不要说我听不明白了 她说话太难了 我听得懂 对 反正就是很好 女的是阴男是阳 她也很长时间会不在家 你觉得她的冰箱 会跟郑凯一个情况吗 你跟你朋友同居 同居了吗 对 有时间就会 有时间就会 所以 有可能有 两个人共同生活的很少 你在干嘛 你在比较 这是你的 这个吗 对 看起来很过日子的一个 看起来好像很便宜 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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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没那个贵吧 我主要没有想到会这么久 提前祝贺一下 因为按逻辑 你想想看 求婚了 然后新房装修 应该就是 老师相接 对吧 是新房对不对 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 求婚要很多钱才可以求婚 然后呢 然后买房子也要很多钱 然后呢 就是她赚了很多钱的意思是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她求婚 我们完了之后 也有可能他们家来就会 结婚以后会住在这里面 所以就会是甜蜜的 这个婚房的意思 我听说求婚的时候 买了一个床 床上然后 床上还是床上 床上 床啊 包了一个床 床这个 床 还是 对 是 床嘛 不是床 不是床 包了一个床 包一个床然后去 在床上有个婚 对 好 非常浪漫的 你没听过吗 求婚的时候买了一个床 非常浪漫的 你没听过吗 脱房以后 我也想在一个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站一个床 为什么你讲那些乱七八糟 听起来这么可爱 剩饭 不像是剧组的盒饭 就是某一个品牌的快餐的盒饭 白饭很好啊 没 新鲜的 这是什么的 什么时候的 昨天的 嗯 因为 一般情况下做汤多一点 所以光做汤不行啊 你是饿了吗孩子 不是我时候吃一下 凉的耶 有没有一种比那个郑凯的冰箱有很多东西可以用 有没有一种比那个郑凯的冰箱有很多东西可以用 有点像我妈妈的冰箱 妈妈的冰箱 妈妈的冰箱 这是什么 什么呀 这样吗 是这样吗 是一个 这什么 麻辣香锅吗 辣椒嘛 是 这不是辣椒 秋葵 这是秋葵 不知道什么是秋葵吗 秋葵很好的 秋葵非常好 秋葵很好的 这个是我以前爸爸给我吃过的 吃过对不对 名字叫 就是跟那个姚伟涛有关系 叫植物伟哥 吃了以后 吃多了就会像我一样这么man 真的吗 这个差事 就是爸爸以前给我吃 然后还给我吃了那个 那个什么呢 那个 秋葵最开始害怕了 你们知道那个 不知道 鞭子 鞭子 牛鞭子 牛鞭子 牛鞭子跟牛鞭子 牛鞭子 牛鞭子 鞭子是 牛鞭是那个 那个食物跟这个一起吃 我们好厉害 你爸爸想要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不是 他给我吃我就吃了 经常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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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很小的时候 很小的时候 七岁 晚上你们觉得很热 七岁 吃完就发热 发热是不是 就很man嘛 很兴奋 很兴奋 爸在吃我在旁边 他就给我吃了 是 是 对 然后有土豆 土豆 土豆 山药 山药 这个是好东西 猫那个吃的吗 不是竹子 这是山药 这个也是 煮完之后 这个好像也对肾好 对 人生吃的 那个也是那个 黏黏的东西 黏黏的东西 都是保护胃 还有那个 对男人好 对 所以你肾不肾 不能这么问 不是我就 他只是为了自己肾好 并不代表他现在肾不好 不可以这么问 对不起 我再问一次 他说怎么看 他说怎么看 肾还行吗 那怎么问我应该 你肾有事吗 你肾有事吗 他都知道这个叫铁棍山药 铁棍听起来什么就很man 就是跟着光棍 光棒 你做棍一辈子 你要变铁棍 好了 好 这铁棍是给你人的吗 女人鹰 女人是鹰 男人是羊 鹰 这说明他家里有 有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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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吃过那个就是 有一个倒食物是不能接受的 就是好像韩国也有 就是那个活的那个章鱼 活章鱼 对 没有我觉得超好吃 他听说还会吸你的嘴 吸你的嘴 对 如果你不切开的话 他会在这里吸住你自己 很危险 有点危险 对 危险 我不行 你吃过没 我放到嘴里过 拍戏吗 就那章鱼拍戏的时候 把整个一只活的章鱼放在这里 整个触角就感觉突然之间就是 谁把灯关了 那关灯是什么意思 没有 因为他这样盖住你的眼睛 你就好像 怎么了 你看我 会吗 很硬 很厉害 我也有健身 那这样你去帮我测一下 就是除开沙开解 女生的不可以测 当然不可以 对 男生的好不好 就这样开了 看 不要往前挺了 衣服都崩开了 没有 这样还是这样 他就在这儿 我觉得从画面上来讲 这个有点怪 你从上面好了 这样更快 你从上面这样好了 好 更快 这儿就 这边了 好 你记住那个感觉 我们测的是胸围 不是赵飞 胸围不是赵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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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是这个 所以说要这样吗 安老师你起来一下 起来一下 好 来 感受一下 好 你要碰我 好担心 啊 你怎么看起来很幸福的样子 大不大 告诉观众朋友 大不大 好像只有骨头 哈哈 各位我知道你很大 不怕羊怎么的 好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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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最大的先说吗 好 最大的先 但是我不知道 第一是莎莎姐吧 我觉得还是你 还是尊重一下 因为我们莎莎 虽然不是靠那种前途后翘取胜 但是她 但是其实是很多 但是她毕竟是一个 发育很健全的女性 对不对 所以你第一个讲好不好 第二个是谁 第二个是安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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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哥赢韦涛 韦涛高的时候 就是抱上去有点抱铁的一样 很硬 很硬 第四个是 王老师 王老师 真的不是就最后一个讲吧 真的只有胡桃 你先摸一下 我就今天想用秋葵 也是您特别爱吃的一个食材 做一道中国的山水墨画 名字叫青州已过万重山 他听不懂 他听不懂 听不懂 说人话 就好像是做一夜扁州游在山水之间那种感觉 可以可以取个简 水墨画 简单就是孟茴晖州 因为他是安徽人 孟茴晖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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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烧吗 走开点 他要颠锅 你真的表演颠锅 谁起来 很飞吧 杨州 谁帮我拿水 水 水 水在哪 没有人知道有水在哪 颠起来 颠起来了 加热这个盘子对不对 是的 碰到了吗 为什么要挑 哇 哇 气势很胖 吃了 这个 我那个吃到很好的 怎么样 好吃吗这个 蛮好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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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现在来尝第二个 在吃我的吗 他在吃你的 对啊 秋葵要夹着那个肉一起吃更好吃 哈哈哈哈 谁叫他就突出来了 吃用吃点 哦 跟肉一起 对 对 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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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特别很特别是什么是指什么 因为我我没吃过把秋葵的籽全部给他弄掉 放山药进去 大家已经屁股里几次的瞪了 那那我如果不介意的话我就来给大家分一下好不好 好 可以吗 好 先给先给客人 对我给客人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还有起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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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还有起司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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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孩子 哎 你吃我的你吃我的你吃我的 你吃我的 你吃我的 别吃我的 别吃盘子吃我的吃我的 像那个日本街头的小吃 你的菜我没有吃 哈哈哈哈 你看啊 不是你吃的 我没有吃 我答应过 我在节目里说过我不吃你的菜 我就没吃 哈哈 你看黄炎老师的我全部吃完 好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如果不是他会打人 啊不 嗯 我想问一下 对今天这个结果感到意外的 有吗 没有 没有 哈哈哈哈 其实为什么我觉得不惊讶 嗯 是因为我觉得 乐乐哥如果输的话 他真的会打人 哈哈哈哈 真的 恭喜乐乐 恭喜 是的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了 全世界的美食 其实就在你的冰箱里 只是你还不知道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 拜托了 V-chan